这次回来呢 其实我的家乡带给我的冲击特别大 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是怎么样的 全土不服啊 现在菊花不舒服 昨天晚上还犯七船 这真的是我家乡 东北早餐啊 糖发饼 这会儿烫 它奶味好重哦 奶牛的主人那儿挤出来就卖的 我要是用这种东北方式 在台湾卖奶茶会不会火呀 那我应该躲在去赚不到钱 让台湾人无语的另外一大点 凭我面包 是吗 对 记得订阅哟 救命 牛羊来了 咋的喽 哎呀 老妹啊 你瞅啥呀 到底哟 哇 这边应该就是朝阳了吧 我姥姥给我们拿的新鲜牛奶 它有多新鲜呢 从奶牛的主人那儿挤出来就卖的 哇 这是生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幽爸不知道 给幽幽直接喝了两口 这个要小火煮 不然的话它会糊掉 糊掉呢 它就变成了糊锅的牛奶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我们东北人卖豆浆 你在早市 如果买这种半装的豆浆 你要问好了它是熟的还是生的 你别下次又喝错了 哇 哇 新鲜的牛奶煮好了 让台湾人无语的另外一大点 就是 这里有很多大大的碗 但它没有杯 忘记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不流行用杯 昨天我妈给Yoyo 喝喝水都是用碗对吧 对啊 干啥都用碗 我当时在想 哎为什么拿杯子 没有杯啊 没有杯怎么给你拿杯啊 我们就再准备一下 去买一点马克杯 入香水熟嘛 我小时候说都是用这个喝的 我要是用这种 东北方式 在台湾卖奶茶会不会火呀 我一家昨天是赚不到钱的 我一家昨天是赚不到钱的 哦 哈哈 有没有人要吃牛奶这个最精华的部分 香港 以滑双皮奶最有名了 香港奶和东北奶能一样吗 哎呦 这个好吃 哎呦 鸡膜 哎呦 哇 哇 嗯 咋样 新鲜 很浓哦 嗯 看 一大盆牛奶 怎么样 看看 哇 不一样的味道 这我会看 嗯 它奶味好重哦 嗯 好喝 还要吗 哎呀 还要 这一家很贵吧 没有新鲜 没有很贵 新鲜牛奶 哎你要做 一斤好像是 4块钱 就台币20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斤新鲜的 刚级的牛奶 不贵 但是你要能买到 所以一般买这种牛奶的人呢 它们要么就是 会员制 要么就是你要早上三四点钟去排 因为它很一块就卖完了 东北早餐哦 唐发饼 它是一个饼 看到了吗 是东北这种古早的饼类 又爸吃一吃 他没吃过这个 别骗我 怎么弄这个 苹果面包 真的吗 对 我就说嘛 我每次 又买苹果面包 我都觉得这个味道好熟 原来它是唐发饼 不安 他俩没凑到一起 不安 但是我有看过苹果面包的 创始人老爷爷是山东人 哎呦呦呦 这有点山东的味道 对 我对老爷爷以前在山东 最早是卖唐发饼 好好喝呀 好好喝呀 然后双腿要这样挖着 因为没睡醒 还舒服大笔盒 苹果面包 两眼空虚吗 对 对我小时候的常态 是不是很幸福啊 人家以为是禁止画面 还是从头 这个时候要传来一种声音 快点 要上课了 还挪在你们那儿 不是我每天在念悠悠的话吗 一定要配上我妈妈整续的 然后我们还保持这种 听不清楚 知道 原来悠悠像你 长大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每天早上就这样子 你知道熬出头是哪一天吗 哪一天 出假 高考 大学考试 就是对于我们是凹出头了 胸脏能胸高考 我以后要每天睡到10点 我再不起早 我再不学习了 就满脑子都是这种 这是我们回来的第二天 我今天拉肚子了 我也不知道我吃什么吃错了 还是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啊 现在菊花不舒服 然后昨天晚上还犯气喘 这真的是我家乡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回来 反应都会这么强烈 这一次心情爱好一点 所以不会那么难受 但是也挺难受的 我今天 刚说不是那么难受 他说今天就难受 那你今天怎么样呢 你开心啊 你肠胃有没有什么 就早上喝了一口原味的牛奶 拉了一下 拉了就好了 然后昨天 记得订阅哟 救命 吃了那个辣子 拉了一下 拉了就好了 那大家今天 吃了一个那个什么 当然就好了 吃什么呢 每天拉一拉 心情特别拉 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回去了我姥姥家吗 然后姥姥给我们真的就包了饺子 白菜肉馅的 和乐融融 似是同堂 接着我们就给大家发礼物 还给我妈妈买了一些衣服给她 再来就是特别好用的书子 能够让我妈妈自然卷 暴躁发变成顺毛 它这个电压也是比较国际化的 对 国际电压 你外出旅行 出差 像这种像我这样毛的女孩子男孩子 都可以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有开这个团购 因为之前我们开了一次 很短期的 后来过了有好几个小姐姐 给我们留言说 那个在哪里买还能买到吗 我们说团购已经过了 好 那我们就 现在正好是假期嘛 大家就抓紧再团一搏 接下来又是双十节 都是出游的好事 对 带一个让你造型美美的 接下来呢我姥姥就开始给悠悠发红包了 嗯 悠悠红包呢 你带红包来 悠悠红包在这里呢 帮你攒的呀 贼城 快点了给你攒的 那 这里面有188个 五毛 五毛 我姥姥平常攒的五毛钱 其实在我们家这边还是可以花的 五毛钱相当于多少台币 一毛钱 两块 昨天晚上悠悠买了个泡泡糖 买了两个 两个泡泡糖五毛钱 所以这个五毛钱还可以买泡泡糖 还可以买冰棍 还可以买捏碎面 其实小朋友能买的东西还很多 我姥姥就给了他这么一大袋子 哎呀 挖到宝藏了这是 哇 让你搬 大多呢 先让他挖着 但是钱真的很重 超级重 你们别看他这一小包 沉 可以当雅琳佑 后来又给优霸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真的超级大 我看到都吓到了 我们那边不会说给这么大红包 真的 我们这红包比较现实一点 这么厚 我姥姥还拿皮筋看 就是我们那个便当 那个绑那个汤 你说真惊人 五千块钱人民币 财币就是两万多 哇 都快三万了 老人家这些钱 咋说呢 一个月的退休金 它是三千 所以这就是他将近两个月的退休金 我不能说所有东北老人家都这样 但是绝大多数 真的很多东北老人都是这样 真的大红包 当我们走的时候 还是会偷偷给我妈 然后让我妈再给姥姥 对 那昨天晚上姥姥也是挺激动的 我姥姥也八十三四了 就是每次回来他都做好了 就是最后一次和孙子 和从孙子见面的那种态度 所以他昨天晚上给钱的时候 也是心情无比的激动 我们就觉得 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再给这个红包了 所以就每次都再多给一点 再多给一点 再多给一点 我最少一定要再给老公 你可以花 你给我就花那么多了 你可以 你可以 优优真的是很煞风景 老娘讲到山秦处 硬是给我憋回去了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秦 在房间姥姥 会不会拿心急的不好 你不要跟太姥姥说 我们还没想好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了 然后我们就再包一个 比如再多包一点钱 对 对吧 我们是拿了 然后我们再包给她 对 这一次回来呢 其实我的家乡 带给我的冲击特别大 和两年前回来 冲击又更大了一些 那就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一一跟大家去拍摄吧 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是怎么样的 好吧 那就请期待我们下集的影片吧 拜拜 我们删一下风 感受一下 请不及 你可以打我 好 用这个打 啊 啊 记得订阅哟 救命 在悠悠兰的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可以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 悠油粉 悠爱粉 或是 悠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 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欢迎订阅 还有电脑门呢